为啥恐龙都在侏罗纪 侏罗纪又是啥意思呢 话说有人把地球这辈子划分了几个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叫咒 比如明古咒 太古咒 远古咒和显生咒 而在这个咒的大时代下面又有各个不怎么大的时代叫代 比如显生咒下面有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而代又可以切割成小时代叫季 比如中生代可以被分成三迭纪 侏罗纪 白恶纪 当时恐龙大多是菜鸡 各自小还是素食主义者 可有一天地球可能是火山爆发 大陆裂开呼啦啦弄死了一大堆大型动物 可恐龙却逃过了一劫 这就是三迭纪大灭绝 完事以后呢 大陆海岸线变长 海风带来的水分增多 出现了大片森林和湿地 这时已经是侏罗纪了 于是恐龙们在侏罗纪里就独成羽鹿 天天吃吃喝喝生小龙 生活条件好了 恐龙们的身体条件也就越来越好 个头也就越来越大 其他动物都整不过他们 于是恐龙就在侏罗纪里当上了动物世界的王者 可恶极必反 太大了总为是不好的 到了白俄纪 据说一颗小行星撞到了地球 灾难又来了 嘚瑟是吧 这次也一样 大型动物都死翘翘了 恐龙这么大当然也逃不掉 于是这个在地球上牛哄哄了一亿多年的大哥 就彻底灭绝了 Halleluj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